宗徒和在犹太的弟兄听说了, 连外邦人也接受了天主的圣道。 其至伯多禄上到耶路撒冷, 那些受割损的人飞难他,说, 你静进了未受割损人的家, 且同他们吃了饭。 伯多禄便开始暗次解释说, 我在约培城祈祷的时候, 在神魂超拔中, 见了一个异象, 由天上降下一个器皿, 好像一块大布, 记着四脚从天坠下一直来到我面前, 我往里面定睛细看, 见有地上的四足兽、野兽、 爬虫和天空的飞鸟。 我也听到有声音向我说, 伯多禄, 起来宰了吃吧。 我却答说, 主绝对不可, 因为污秽和不洁之物, 总没有进过我的口。 第二次, 有声音从天上答道, 天主称为洁净的, 你不可称为污秽。 这事竟一连发生了三次, 以后那一切又撤回天上去了。 正在那时, 忽有三个人来到我们所住的家门前, 他们是从凯撒勒亚被派来见我的, 圣神吩咐我应与他们同去不必疑惑。 同我一起去的还有这六个弟兄, 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, 那人告诉了我们, 他怎样看见天使站在他的屋内, 说你要打发人到约培去, 邀请号称伯多禄的西满来, 他有话对你讲, 使你和你全家得救。 以后, 在我开始讲话时, 圣神就降在他们身上, 有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 我就想起了主所说的话, 若汉固然用水湿了喜, 但你们却要因圣神受喜。 所以, 如果天主赐给了他们同样的恩惠, 如同给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, 我是什么人能阻止天主呢? 众人听了这话才平静下来, 并光荣天主说, 原来天主也恩赐外邦人悔改, 未得生命。 在斯德旺受害时, 那些由于囧难而四散的人, 经过各地来到了肥尼基, 塞浦路斯和安提约基亚, 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, 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和基勒乃人到了安提约基亚, 也向希腊人讲道, 宣传主耶稣的福音, 主的手同他们在一起, 信而归主的人数目很多。 这事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, 就打发巴尔纳伯到安提约基亚去, 他一来到, 看见天主所赐的恩惠就很喜欢, 并劝勉众人要决心坚定于主, 因为他是好人, 充满圣神和信德, 如此有许多人归附了主。 以后他往塔尔索去找扫路, 找找以后, 便领他回到安提约基亚, 他们一整年在那教会中共同工作, 教导了许多人。 在安提约基亚最先称门徒为基督徒。 在那时候, 有些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约基亚, 其中一个名叫阿加波的, 因神士起来预言, 在普世上将有大饥荒, 这饥荒就在喀劳迪时发生了。 门徒遂决定, 每人按利捐献, 把救济物资送给住在犹太的弟兄, 他们都照办了, 由巴尔纳伯和扫路经手送到长老那里。 阿加波尔纳伯和扫路经手